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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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的關鍵真的就是在人 能怎麼樣更意識到說 我可能對於理解別人 是需要再更努力的 因為在這個不同的過程裡面 或者說在這個差異的想法上面 去理解那些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 還有怎麼形塑而成的 我覺得才比較有可能去跳脫自己 觉得理所当然的想法吧 我们必须了解说 我们的情感或情绪是什么 去克服到那一点 我们才能够打开耳朵 真正听到对方的心 而不是对方的意见 对我来说 群体不代表同样的声音 或是一致的意见 而是彼此的包容 所以让这个群体可以在一起 但是群体中又包含了 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所以在群众这个作品里面 我希望能够借由一个人的身体 去表现出一个共感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怎么用身体的力量 身体的动能 去感受到我们大家共有的情绪 然后去把每一个人共有的情绪 给凸显出来 同时也去显现每一个在座的观众 都是不同的个体 群众他演出的主题上 好像我们设定了一个背景 一个脉络是社会运动或者是一场抗争行动 但实际上我们想要谈的是更深在个人的层次在发生的事情 举例来说在一场社会抗争中 不管这个群体的人数多少 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除了这个群体目标之外 其实所参与的每个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声音 或者是当下的心境 那群众其实就是想要借由这个矛盾性来表达说 即使在一个我们想要团结的群体中 都会有这个状况 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孤单的 那我们怎么看见跟面对这个